为何夏天是一吃茄子? 茄子是为数不多的紫色蔬菜之一, 它的维生素P的含量很高, 每100克中基盘维生素P750毫克, 排含链、钙、甲等微量元素和大碱, 葫芦八件、雪苏碱、龙葵碱等多种生物碱, 尤其是紫色茄子中维生素含量更高, 可以抑制消化到肿瘤细胞的增值。 中医认为,茄子是含量性食物, 有助于清热解暑, 特别适合夏天吃。 但是你知道吗? 茄子虽好,但还有一种有害的物质, 茄碱,也称龙葵碱,龙葵素。 茄碱不只存在于茄子中, 像马铃薯, 把茄荡结合植物中也有一定的茄碱。 更意外的是,茄碱是不容易水的, 无论你是超,煮都不可能完全去除。 那么买茄子, 你是不是认为茄子的颜色越深才代表越好? 其实,茄子皮颜色的深浅和茄子中茄碱的含量有很大的关系。 茄碱在哪里? 茄碱主要存在于茄肉, 不在茄皮中。 但是,茄皮颜色越深, 茄肉中的茄碱含量越高, 并且未熟的茄子, 茄碱含量比长熟的茄子要高。 既然茄碱有毒, 那又怎么避免吃毒? 还是那句老话, 要谈食用, 就先谈毒性, 要谈毒性, 还得先谈剂量, 吃多少才会茄碱中毒? 要避免茄碱中毒, 唯一的办法是控制摄入量。 一般成年人要使用0.2、0.4克茄碱才会中毒。 以0.2克计算, 每克紫茄子中茄碱的平均含量为0, 61毫克, 每克绿茄子中茄碱的平均含量为0, 19毫克, 这样算至少生吃328克紫茄子, 或者1052克绿茄子才会中毒。 也就是说, 要生吃一个半紫茄子, 或者4个绿茄子才会出现茄碱中毒。 因此, 日常就餐, 经过正常承认过的茄子, 不用担心会茄碱中毒。 茄碱中毒症状, 亲自眼后不发痒, 发肺, 胃部灼伤, 恶心, 呕吐, 腹痛, 半头晕, 耳鼻, 瞳孔散大等。 重者呼吸困难, 严重的还会出现昏迷, 甚至因神经麻痹而死亡。 其实, 茄碱是一种拥有两面性的物质, 虽然是用过多次会中毒, 但, 茄碱有强心, 降压, 抑制胎细胞, 抑制微生物的功能, 是茄子保健作用的来源之一。 说茄碱有毒, 是因为它对人体细胞的吸氧功能有素来作用, 是红细胞得不到氧气。 怎样安心吃茄子? 一, 吃成熟新鲜的茄子, 成熟茄子中的茄碱含量低于未成熟茄子, 清扣老茄子中茄碱含量也较高, 对人体有害, 不宜多吃。 二, 烹调时加醋, 鲜碱虽不溶于水, 却能与醋中的鲜酸一起加热后, 水几为铁冰和糖, 这样更加安全。 三, 不吃老茄子, 老茄子里面含有的茄碱更多, 不仅容易中毒, 而且老茄子口感也不好, 怎么看茄子老火呢? 一, 看茄子的眼睛, 茄子眼睛长在茄子的鳄片与火神连接的地方, 那里有一白色绿带带绿色的带状环, 才能管它叫茄子的眼睛, 眼睛越大, 表示茄子越暖, 越小, 表示茄子越老, 二, 感受茄子的手感呢, 茄子手握有粘质感, 比较虚, 软, 发音的茄子是老茄子, 茄子外观量则表示新鲜程度高, 表皮皱缩, 光色暗淡, 说明已经不新鲜了, 激性, 消化不良, 容易腹性, 脾胃虚寒, 变糖症状的强效, 不宜多吃茄子, 建议茄子的营养, 很多都在皮里, 建议不要去皮, 茄子去皮后, 不仅会加低保健价值, 还会因其中的铁被空气氧化, 很容易发黑, 影响人体对铁的吸收, 除了铁碱, 生活中, 还有哪些东西不能错吃, 苹果, 不可吃部位, 果核, 苹果的果核含有情况物, 但含量不高, 把一个苹果核全吃了, 虽然不会去死, 但也绝对对身体不好, 当然, 如果你吃太多的苹果核, 前提是要咀嚼病吞下, 就有可能有病发症, 樱桃, 不可吃部位, 果核, 樱桃核被咀嚼或咬醉了, 就会自动产生青禽酸, 轻毒中毒症状包括头痛, 头晕, 意识错乱, 焦虑心慌和呕吐, 大量的青禽酸会导致物系困难, 高血压, 线脏烧动不坏以及腎膻结, 柱, 蔷薇科的植物的种子里面, 基本上都会含有禽化物, 比如桃, 梨, 栗子, 心脏都会含有, 鱼类, 不可吃部位, 黑衣, 鱼肚子里有一层黑色膜衣, 这层黑膜学名是腹膜脏层, 也有叫内膜脏层, 它存在于鱼腹脏和内脏之间, 鱼肚子内的黑膜并不一定是污染严重的标志, 但是这层膜主要是由脂肪细胞组成, 它的脂肪含量很高, 也更容易附及一些脂溶性污染物, 不推荐多吃, 小龙虾, 不可吃部位, 虾头, 虾线, 虾头是吸收并处理毒素最多的地方, 因此这一击具病原植和寄生虫, 虾线其实就是小龙虾的消化道, 也就是龙虾排泄的地方, 往往容易聚集中金属, 烹饪甜蝇把虾剑拉出来, 海螺, 不可吃部位, 海螺脑, 在海螺头的部分, 一般有两个俗称海螺脑的东西, 是两个小球球式的东西, 在海螺肉里面, 那个如果吃多了就会头晕而久鲜, 腰脖, 不可吃部位, 生腰脖, 生腰脖还有七分, 这也是毒藤里面找得到的同种有毒化学物质, 这种物质能使身体产生与接触毒藤和毒像术同样的反应, 摄入大量七分可能致命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贴近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